因為我已經來到陳南 超過五年了 我已經努力在這裡推廣日本 還有日本群馬巷的各鄉水巷町 個人覺得算是成功 很多日本專系在台南的話 不太容易發展的樣子 是因為大家都在臺灣跟臺灣人交流 還有他們不太知道工作的方式不一樣 還有想法的不一樣 所以我一直覺得 一起想一想 怎麼分享其他的城市 讓其他的城市知道 雪上町跟臺南市的情況的例子 這個第四次是 屬名是臺灣 臺南 還有安平 所以我介紹 安平是為什麼呢 是因為我們雪上町也開始的時候 很多臺灣人只有知道東京 是不知道陳馬巷 雪上町 可是現在超過五年 很多臺南市的人知道雪上町 所以我一樣的想法 現在也是很多日本人不知道台南 他們只有知道台北 台北 台北 所以我想一起介紹一下 一起想介紹台南 還有臺灣的起源 安平 所以我們雪上町跟安平是感覺很像 還有這邊學的特色 還有一個特色是 我的讀長 那個對象是 那邊的地方公務員 先讓地方公務員知道的話 比較容易推動 比較容易曝光臺南安平 是我的學的特色 其實在各個地方或者是區東所 很多都會出書 這個是一個透過書來傳遞的溫度 那當事人選擇跟阿富合作 它是一個 這是一本日本書 它是專程由日本人的角度 來看我們的臺灣 台南跟安平 不是我們用翻譯的 所以這個是當初跟阿富最新 我跟他合作的一個地方 那當然他因為他也是我們 來這邊的一個公務員 然後他也在安平 然後安平也是臺灣立體的發源地 那我也希望可以透過這樣子 大家都說要在地化 要國際化 因為在地就越國際 那我也希望透過這一本書來介紹 也可以讓人家看到安平不一樣的 不是只是在地 而且是更國際的 啊